全世界爬行速度最快 最致命的毒蛇就生活在非洲这片土地上 它们体型巨大 外观吓人 乌黑的口腔里有世界排名第二的毒牙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号称非洲死神的黑曼巴蛇 黑曼巴蛇是一种体型庞大的蛇 一般出生时就有60厘米左右 成年后有2.5到3.2米 体重在1.6到3.1千克之间 目前发现的最长的黑曼巴蛇 是于1956年在纳塔尔南岸见到的 它有4.3米 不过一般见到的都是2米多 3米的都很少见 黑曼巴蛇的体色很少是黑色的 一般还有灰色、墨绿色、棕色、褐色、土黄色等 而右蛇主要是鲜艳的灰色或墨绿色 它们的腹部跟背部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 有的是白色,有的却是米黄色 除此之外 各别黑曼巴蛇的身上还长有浅色的条纹 而它们名字里之所以带黑字 主要是因为这副乌黑的嘴巴 每次遇到危险 它们就会张嘴、发出警告的声音 黑曼巴蛇分布广泛 从热带干湿季气候地区 枢林地、石地、再到密林 都有它们生活的痕迹 其中灌木林是最主要的栖息地 它们行动隐秘 一般会爬上较高的树上晒太阳或者捕食 有时也会爬到人类的果园里 只要有工人去摘果子 就会引起黑曼巴的攻击 不过大部分的情况下 黑曼巴蛇会在遇到危险时选择撤退 它的长距离移动速度可达11-19千米每小时 短距离时速可达16-20千米 最高时速能达23千米每小时 面对不同猎物时 它采取的措施也不一样 遇到较大的猎物 它通常会在攻击后放它逃走 根据留下的气味蛇就能找到死去的猎物 如果是体型小的猎物 它则紧咬不放 直到猎物停止挣扎 然后再把它吞噬 赛场上的我全神贯注 犹如一条黑曼巴 相信很多球迷对这句话很熟悉 这是科比说的话 在他眼里 每当自己站到赛场上 就会变得像黑曼巴蛇一样致命 而它的成就也是全世界人有目共睹的 虽然生命停留在了41岁 但黑曼巴精神一直存在 黑曼巴精神源于黑曼巴蛇 这是一种看一眼就会感到心惊胆战的毒蛇 不管是速度 捕食技巧 还是意志力 都是生物界的顶流 这些特点跟科比在球场上的特点 不谋而合 自然也就成了科比的精神核心了 黑曼巴蛇的致死率接近100% 只要被它咬到 30到60分钟内就会死亡 尽管黑曼巴很厉害 但它并不是世界上最毒的蛇 同时它也有天敌 比如之前节目中介绍的蛇臼 以及猛 猛的身体里有突变的接收物 可以组织毒素和目标物质结合 以此防止中毒 除了这些动物 一些游蛇科的成员 也会猎杀年幼的黑曼巴 春季是黑曼巴蛇的繁殖季节 雄性的蛇会凭气味找寻雌性 但也会发生两只雄性 同时找到一个雌性的情况 也会为了抢媳妇而打起来 这两条体长超过三米的雄性黑曼巴蛇 为了取得雌蛇芳心 决定一蹶高下 它们会把头抬高 然后盘绕在对手身上 把自身的重量压在对方头上 这场战争持续了半个小时 胜利者才把失败者的头压在地上 雌蛇这时会跟着胜利者回家 雄性会用舌头缓缓接近雌性 这是在试探好感度 如果双方都很满意 它们就会缠在一起进行交配 蛇类交配时间一般都比较长 不同品种时间不一样 黑曼巴蛇的交配时间 能高达10个小时 交配成功后 雌性黑曼巴蛇一次可以产下17颗蛇蛋 黑曼巴蛇种群没有受到过具体的威胁 数量也没有明显的下降 但随着生存空间被人类开垦 它们不得不时常闯入居民的家中 最致命的毒蛇 黑曼巴蛇跑进人类居住的房子里 这会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 开车的两个人就是一对专门为人捉蛇的夫妻 它们接到了几起 黑曼巴蛇闯入居民区的电话 在叮嘱把门关闭 到安全区域等待后 它们就立刻赶来了 由于室内光线不好 它们完全看不到 于是就找来手电筒 经过一番努力后 终于发现 盘缩在柜子底下的黑曼巴 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捕蛇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于是夫妇俩决定用夹子把它弄出来 它们用捕蛇夹轮流夹住黑曼巴蛇 西亚趁机立刻上手抓住它的头 然后就被扔进黑袋子里 紧接着 它们又接到了黑曼巴蛇闯入俱乐部的电话 于是又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 俱乐部工人告诉西亚夫妇 黑曼巴蛇藏在卧室里 虽然卧室不算大 但足够黑曼巴蛇躲藏 它们随时会遭到蛇的突然攻击 于是 在小心翼翼寻找过后 终于在柜子后面找到了这条蛇 它们把床移开 再把柜子移开 西亚一下子就抓到了黑曼巴蛇的三寸 它在感到危险后 一直不停地蠕动 不过最后还是被夫妻俩捉住了 黑曼巴蛇跑进居民家里 在非洲是很常见的事情 除了床 柜子 这些比较容易发现的地方 它们还能躲到天花板上 光头哥也是一个捕蛇达人 他凿破一处天花板 终于看见了这条蛇 房主人在外面守着 而光头哥每次把头探进去 就像是赌命一样 因为他不知道蛇在哪里 黑曼巴蛇在受到手电筒光的照射后 变得暴躁 再加上室内温度很高 他越发地没有耐心了 终于抓到了 看他这庞大的身躯 要是抓不住 在场所有人估计都不会活着出去了 好了 今天的黑曼巴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